回想 是 刚才那个假信心那个 可不可以不要用这样的描述 因为 这样的描述 哪一种的描述 就是刚才你说上帝有给的确给 师父这样的假信心 那些人但是他们要负责任 这个的描述 我觉得不妥 要 加尔文说圣灵偷偷地进到他们里面做的工作 可不可以用的描述 不过加尔文没有说神给他们假信心 师姊妹逼我 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回答了 我的立场跟你一样 但是不同的描述方式 用之不同 你来 就是说 的确圣经让我们看到 上帝是有给一些信心 是给一些的人 但是这个不是saving faith 对这个不是使人得救的信心 所以 有一种信心是使人得救的信心 这是给选民而已 对 使人得救的信心只是给选民 只是给神所拣选的 另外那种就是包括 理性相信圣经 或者是对神迹感觉的很奇妙 所以我们就可以避开 刚才你那个名称假信心 可以避开这个假这个字 因为假信心这个 You're so not a biblical language 偷偷的进来也不是biblical language 不要讲偷偷了 没有讲偷偷了 不讲偷偷啊 加尔文用的字是 He steals into their souls 不要用加尔文啊 你可以批判他 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要处理 你无论用什么措辞你要处理 识诚恳了 等一下那姐妹回家不会睡觉了 她说我的 答案太过坦率 令很多人回去 要是不能睡觉 要是不能传福音 或者传福音之后没有人听 那个的表达也有negativism 就是非常贬义 非常消极的 应该从圣经的那个 下面回过头来呢 就是说下面呢 假如要讲下去 下面一句就是说 但是我们要很诚恳的 把耶稣基督并祂的救恩 诚恳的向人宣讲 邀请他们来 上帝的恩典之约说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的永生 那你问我 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这个不是 整件事情的全部 整件事情的最重要那部分就是 叫一切信他的 不知灭亡反的永生 来 看那神的羔羊 来 就是说 神赐给他的选民信心 不赐给其他人真的信心 与此同时 我们要坚持的相信 The free universal good faith offer of the gospel 我们传这个福音的邀请 是free 是白白的 是universal 向全人类传的 是good faith 是诚恳的 不要以为我们 知道了一套的 加尔文主义 不论是信心的神所赐等等的 那我们就会很冷酷无情 有破碎的心灵跟家庭 摆在你面前 你还是乖乖地去探访 去辅导 去帮他找工作 找房子 给小孩子 找学校等等等等 对不对 你还是流泪地杀种 不妥当的措辞是 你还是喜乐 甘心喜乐去吐血 你还是要服侍他们吗 破碎的人放在你的面 你还是要服侍他们呢 还是要跟他们说 来 我们这样做 是奉耶稣的名 为了爱你而做的 所以神的预定 神的主权 和福音的诚恳的邀请 是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而已 是一个例子 像以色列在旧约的时候 他们多数都是 从经文上 看得出是他们对上帝有信心 但是他们不是上帝所喜悦的 而他们的信心是那些 用旧约的话是 心未受割离的 是灭亡的 很多以色列人在旧约 是心还没有受割离的 是灭亡的 所以的确他们这群的 旧约的以色列人 他们是尝过天恩的滋味 特别旷野的 40年的以色列人 是尝过天恩的滋味的 是赤马拿的 是恩尊的 所以的确上帝有给 这样的信心 就是心受割离的 而他们真心 就是他们守着约 他们信服上帝 最终是得救的 上帝的确施行隔离 在他选民的心中 给他们真的信心 以色得救 就是说在旷野里面也有 至少有约束亚 有加勒 有几个 是的 还有那些在旷野里面生的 后来约束亚给他们行隔离的 所以犹大又是另外一个的例子 他是不是信基督 但是他最后走了悖逆的之道 他是尝过天恩滋味 是 绝对是 所以他是需要为他自己负责任 每个人为自己负责任的 是的 我是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有谈到说 像是绝望神学也好 像是这些理论带出来的 这些的信心也好 他所带出来最后的结果 至于他得救不得救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办法确定 而且 是的 如果拉到更高的话 我们说凡事都有神的主权 那就是说在这一切 我比较客气的说 神很怜悯 是的 有神的主权 没有错 然后神也有怜悯 这是不好的 有神的主权绝对有 我就是说 所以说 神也借着一些理论的东西 也借着一些 可能说人的镜头是神的开头 这样的说法 然后使人进到信的门的当中 我不敢这样说 我会说 神会挽回 挽救那些的说法 虽然这样说 神还是中功 我不敢说 因为用那些的方法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 神很怜悯就是了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 这些的说法 带出来的 会有什么 就是反面的结果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第四到第五节 这种的说法 没有将人的心意 夺回幸福基督 那种的说法 他的理性 没有被夺回来 降福 相信 顺服耶稣基督 我凭我的理性 看有止音 OK 及格 在我的电脑里面 算是及格了 好 我信耶稣 他没有降福 在圣经 跟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 至少在理论上没有 那他可能在感情上有 所以我说神很怜悯嘛 但是那个方法 或者那个理论所带来的 是你选择嘛 你自己选择 你的理性来选择 这套东西 何不可和你的理性的口味 这个不是做基督徒的意义 净心 净性 性就是理性 牧师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 你可以再解释一下 就是说信心 他们提到有一种信心 是好像是真信心 但是又像是真信心的开始 是的 那个可以再重新解释 好像是真信心的初步那种的信心 你就看彼得跟使徒在四福音里面 耶稣付我之前的信心就是 就是这样子 会动摇的 会失败的 甚至会不认主的 然后其他的那些一般的人 看到耶稣的神迹 觉得很奇妙的 很惊讶的 甚至会相信 耶稣就是那个旧约的弥赛 预言的弥赛亚 就相信圣经是真的 但是他们没有真的听到耶稣的话 而跟随他 就是没有真的信心 但是有许多我们看到的 我们以经历来谈现在 就是说在国内 我们看到许多的人是借着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先说服 然后带出一个 一个内在的顺服 靠近一点 就是一个理性 一个理性上的先被这种 天真待判也好还是什么也好 先说服 然后带出来的是一个信心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可以说是一个方法 我觉得说 让我们的改革中很辛苦 做很长期的跟进工作 所以说这种关键 是半开玩笑的说 也不完全开玩笑 就是说他们理性的这样的来之后 就需要很艰苦的门徒训练 让他们感性 家庭 婚姻金钱 各方面 要完全的 相复在主耶稣主旋之下 还有一种 道过来的 他们是 妇女团企给他的 女儿生病 祷告了 好了 女儿好了 祷告灵光 我来受洗了 他是非理性先 感动了他 然后呢 他进到教会来呢 他就需要理性上 圣经的系统的教导 两种都有 可能还有第三种 那也就是说 这样的是影响到 最后得救的结果是吗 肯定影响 但是呢 最后得救的结果 是在神的手中 在神所预定 所以我不去问那个问题 会影响到 我会说 至少影响到 他成圣功夫这一段 就是在世界上走这段路 基督徒这段年日里面 他的信心 他的门徒生活的 的素质 的 quality 也就是说 他是不是真的尾声 要需要多长时间 才真的会尾声 不论是看神级来的 还是理性通过来的 假如不是理性 感情 一直整个人 降伏在神面前的话 那我们做牧养的工作 就很辛苦了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吗 特别西方的 美国的福音派教会 就是这样子 大部分海外华人教会 就是这样子 所以华人教会 或者什么教会 推不动的 很多时候 他心里面还没有真的 撇下一切跟随主 而那个本身就是 使人得救了信心的 那个定义嘛 就是撇下一切跟随主 那个是信心悔改的 很重要的成分 除了认罪以外 信就是完全投奔耶稣基督 跟随他 那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在教会当中 讲台上的教导 有的时候 在信徒的里面 也是停留在一个理性的层次 听你继续 就是说我们讲的话 他们也只是当一个知识来听 那这与那前面的那些的 理性的推论带出来的 这样的有什么不同呢 刚才我们所批判的是 一种的理论 不向人的自主理性 做出挑战 这种的传福音方法 我们说是有很大的缺陷 好了 在一般的教会的牧养跟讲道中 我们传道的 绝对是向人的理性 传真道的 传圣经的 我们绝对需要向人的意志 做出挑战 让他有一种 正确的危机性的回应 也就是说 你说什么危机回应 就是扎心自罪 每个月 每个星期扎心自罪 理性 觉悟了 进到意志或者良心 扎心自罪 再投奔十字架 这个是清教徒对讲道的看法 也就是说 圣灵是这样工作的 圣灵要光照人的理性 明白圣经的道理 使人良心或者意志 扎心自罪 常常回到十字架的面前 这个是圣灵在理性中 做成圣功夫的 正常的样式 所以说我们的讲道 也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我们讲道的内容 要合服圣经 我们讲道的能力 完全靠圣灵 所以我们讲道的方法 或者那个进入 进到人的心中那条路 要谨慎 要顺着圣灵行事的方法 也就是说 要向人的心说话 向人的心说话 不是说多讲几个故事的意思 少讲一些理论 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要把圣经里面的 神、罪、十字架、悔改 要常常放在会众的面前 不论你的讲道 是比较大声一点的 还是小声一点的 不是在讲那种的方法 是在讲你怎么 那圣经经文 怎么达到人的心 你不要光是考虑 每一次四十五分钟 讲到怎么讲 你要这样看 你是牧者 你手上有多少时间 比方说 你一年五十二天 二十五个星期天 你是讲四十次的 你一年有四十五分钟 或者你是讲二十六次的 你有二十六次的四十五分钟 农村是不是有两个小时 城二十六 或者城四十 你一年、两年、三年 你要怎么样的带领人 常常来到十字架的面前 就是看宽一点点 不是一次的讲道 这整个牧养的过程里面 那肯定你会花好几篇的讲章 专门讲神的圣洁 神的属性的 有几篇专门讲耶稣的受难的 特别受难节的前后 或者圣参主日等等 你肯定会花一些时间 慢慢的详细的解释 信心、悔改、顺服 是什么意思等等 对不对 偶尔你会花几次讲异端 或者你会花几次讲教会历史 一些寻道者的见证 所以整个是一个很丰富的营养 但是处处是指向十字架的 参考四部真牧师的讲章 他从哪里都可以讲回去 神的羔羊十字架的 所以看得宽一点点 刚才可能你再重复一下 你最后问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我的思想是推理式的 不是归纳式的 所以我在一个很大的圆圈里面 但是可能忘记起点在哪里 是因为刚才的问题是说 我们的讲道仍然是靠着圣灵的工作 靠圣灵的工作是的 绝对是 所以说其实我的本意就是想问 神学研究的这些东西 在跟真实教会生活当中的联系在哪里 或者这样把它说穿好吗 既然是要靠圣灵的工作 那为什么需要有神学的学问呢 神学的知识 我们先要分正统的跟不正统的 我们先假设我们所讲的神学的知识 是指那些读心圣经的神学知识 撇开那些怀疑圣经那些了 不讲那些了 怎么样跟圣灵在比方说讲道上的工作 怎么配合呢 神学的知识 第一是给我们建立信心的根基 第二帮助我们如何分辨异端 或者是错误 然后给我们每次读圣经预备讲章的时候 有一个正确的路可走 不要浪费 不要走冤枉路 好了 那我们这里所讲的是系统神学 那还有一大块是圣经神学 我不是讲圣经研究 不是竹卷书卷的研读 还有一块叫圣经神学的 我还没有机会跟各位分享过 那系统神学跟护教学 要给我们是把我们撇开一些冤枉路 然后呢 剩下来的就是圣经本身了 那我们是要依靠圣灵 光照我们牧者的心 好叫我们悔改 在神面前让他对付 好叫我一方面 很殷勤的准备 我的解经或者是教义的功夫 学习的功夫 同时我的心是随时 让圣灵来责备的 然后呢 我们 我忘了是斯不真 还是另外一位 十九世纪的讲道的伟人 好像是斯不真 他的讲台上呢 写写的嘛 他这里有人给他刻了几个字 Sir, we would see Jesus 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 又有人说 斯陀的牧师 当他幕会那几年 在主日崇拜讲道之前 他就是跪在第一排那里祷告的 意思就是说呢 讲道是在神的面前讲道的 因为耶稣的羊可目 要听到耶稣的声音 也就是听到圣经的声音 这是一样的 耶稣的声音跟圣经的道理 同一码是 所以依靠圣灵呢 就不是说 疏忽 懒惰 粗鲁 依靠圣灵是 做好所有的 能做的功夫都做好了 同时 准备好圣灵 来教导我 责备我 对付我 也对付我的羊群 因为我们是奉主的名讲道的 讲道的目的是要让良心扎心 投奔十字架 因而体会到耶稣是多么奇妙的救助 包括在成圣过程中做我们的救助 不光是称义 成圣的那一段 有一次有一位韩国的后裔的 第二代的 美国籍的青年人 来我的教会 当时我是在一个非改革中的教会服事 他知道我是改革中的 他说我很高兴很高兴 因为我每个星期去主要崇拜 我就是期待上帝用他的律法 就是他的圣洁的律法 来责备我 使我扎心之罪 又在耶稣基督里面宣告我的罪的赦免 我差不多没有 没有歪曲他所讲的每一个字 他就这样跟我讲的 那这个年轻人是懂什么叫敬拜的 他也懂怎么要求他的牧师怎么讲道 这几句话就等于是刺透我的心 基督的羊是这样子来做礼拜的 你要怎么样讲道 他们要听到神的律法 听到神的恩典 他们要看见神的圣洁 他们要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慈爱 所以我们要讲律法 也要讲恩典 我们要讲律法 也要讲 耶稣基督福音 所以有真假信心的会中呢 全世界每个教会都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要向整个教会 传律法与福音 要传恩典之约 不论他的信心的真还是假的 我们还是说来吧 所以师父总是说来啊 看神的羔羊 来 神的羔羊 你要得到罪的赦免吗 不管我今天是步道裴灵 奋心 什么 什么聚会 这个不重要 不论步道裴灵奋心啊 都是呼吁人到十字架的面前 牧师我今天在上午 你有一个挑战 说今天我们作为一个传福音的时候 你到底用一个证据 证据派的方法 去争取人99%的信主 还是用一个前提派 劝人放下自主 让他百分之百的归于主 是的 这是你上午一个挑战 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前提派 你用泛泰尔的说 人可真正的有 人可真正有确据的 来认识神 来认识自己 来认识宇宙 是 认识宇宙 就是说这个前提 就是说我们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来到归正改革宗之后 就是唯独恩典 就是说你当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的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人信不信主 是唯独恩典 唯独圣灵的动工 是的 对吧 就是说当你把这个人的 这个心意夺回的时候 就让他知道 这个人在宇宙当中 他与神 与宇宙之间 与这个大自然之间 他所在的那个位置 就是我们说用圣经上 他不过是尘土 所以当他把这个 但是很荣耀的尘土 很荣耀的尘土 当他在这个情况下 又知道我的价值 像你前面说的那个目标 知道我的价值 知道我的位置 又可以谦卑 又可以自信的 对 这样就说这样一个人才 如果圣灵光照 一个完全得救的人 然后他在 比如说我们在 讲道当中又会用一些 就比那种证据派的 传福音要好 但是你说这两样的结合 前面有五种的理论 对吧 他怎么样在实际当中运用 比如说我们说 我是一个都不用的 我是一个都不用的 伯格夫也是说嘛 都不管用的 传福音的时候不用 就证明上的存在 不用 但是在整个的 不得救和成圣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用呢 你打个比方 这是哲学家想说 除了第三个 你就用圣经嘛 诸天所说神的荣耀 你就用圣经宣讲 自然是多么荣耀的 在启示上帝 一个都不用的 一个都不用的 那你说的那个99% 有可能让人哑口无言 所以我们说 99%那个是建立在 霍然率的宇宙观上 也就是说呢 那个99%那个信心 跟100%的 不是99跟100的分别 是零跟100的分别 因为那个 它是建立在自己 判断的宇宙观 对 我所表达就是说 当我们用这个 用那个100%的 那个使人归主之后 有没有就像 我现在看过 马友早的一本书 他也讲过一段话 他说 哪一本书 好像是真知道他吧 你说谁写的 马友早 马友早 他有讲过一句话 好像是信仰追求理性 信仰成就理性 就是那么圣经上说 信以至于信 就是前面这个信 我们讲 它是一个得救的信 当得救 我就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是他得救之后 信以至于信 就是在我信了之后 我更加的知道 更加知道更加信 更加委身 更加悔改 那么你说的那五种方法 在这个实际的牧养当中 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一个突破口 就是说对一个不信 何必呢 讲圣经就好了吗 他已经信了嘛 对不对 你对那个已经信的教会 但他还有一些疑问 或者你比如说那个宇宙观 我们刚才讲宇宙观目标论 就是这些 他已经信了 但是他有一些 就是说他虽然信了 宇宙间有一位神 但是他没有办法知道 我在这个宇宙间 是什么样的位置 就我活着 就是有什么目标 其实答案是很简单的 他愿意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 是另外一码是 所以他真正需要的 是神的话不断地牧养 教导 责备 鼓励他 而不是什么理论 教委里面就是很多这种人嘛 他举了手了 觉得知了 所谓信了耶稣了 但他很多的没有解开的 终归来说 他还没有把他的心意 让神夺回 他思想上 没有被神夺回他的心意 所以 你刚才说的是 他思想上没有被神夺回 但是他的心意已经被神夺回 不知道 就我们要肯定 比如说他前面已经信 就是 我不肯定啊 我说很多假的嘛 假的 对不对 很多信息是假的 我也不要查问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要做的是牧养他 长期的教导 用什么教导 用神的话教导 那什么叫神的话呢 在这里呢 我们这些台湾香港背景的呢 一讲到 用神的话来牧养 我们就想到 每次讲到 十节经文 分三段 三个要点 最后面呢 美国是加个 加一小小丝 不是打油丝 美国是打油丝 不一定 我感觉到 对国内的群众呢 他们可能更需要 那这个是个人的观察 不属于绝对心理 会不会某一些 国内城市的群众 更需要的是 大块头的经文的概论 好叫他快快的 给他走过 《马太福音》28章 你每次讲半章 五十六次 他都不晓得搬到哪里去 已经搬家五次了 去过五个国家了 但是呢 可以大块头 比方说 《登山宝训》三章 你快快的 把那个恶药的重点讲好 然后向他的良心讲话 这是一个实际上一个观察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好 用比较大块头的经文 而不是一节两节或者十节 因为我发觉这样子 很细很细的解经呢 很适合那些 受过天涯式教育的人 他们就喜欢一节一节十节 但是整本整卷书讲什么的 已经忘记了 他们需要神的道赐助他们的心 所以要快快把那个要点讲出来 那个要点肯定包括神的主权 或者是他的责备 应许怜悯恩典 怎么对着他等等 对不对 你肯定会抓到一个重点 是从神达到他的心的 所以那个要处理的经文 可能要长一点 比海外一般神学院所教导的 可能要长一点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种的同感 我是有这种感觉的 而且现代人啊 当代人很没有耐心 很不耐烦来听到 对你刚才讲这个 我们是觉得在实际的牧养当中 当你把圣经的总愿则 那个总大框 或者给一些愿意来认识 他就会突然对那个圣经的了解 不再是那么渺茫 就好 原来圣经是一个有系统的 比如说旧约和新约的关系 他这个就是本身的那个幸福力啊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幸福力 就比要去拿掉他的这个错误的观点 那个错误的观点 去给他一点一点的拔 来得实在 讲到最后我会指出一些错误的观点 或者是在前沿或者是最后 我举一些例子 比方说我现在在读耶稣雅记 那耶稣雅记讲什么呢 神的话就是你的力量 要刚强壮胆 要不可离开你 所以神的话不能离开你 第二 耶稣雅给那些人受隔离 你记得你洗礼那一天吗 你的洗礼是神给你的应许的印证 接下来什么 愉悦节 圣餐的意义 耶稣基督要喂养你的 前面的路很长 还有打很多的仗 你从这个 我不是瞎讲的吗 后面就打仗嘛 对不对 耶稣雅记 你从这个大的 大的上下文来看 神的道 隔离 月节 还有洗净 还有一个洁净的礼仪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耶稣雅的元帅来面对 耶稣雅 很好讲的 这四五件事情 你放在一起 怎么准备上场 做基督的精兵 彼得前书 整卷是讲受苦的 你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吗 做基督徒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受苦的 这个是圣经的保证 保证 一定要为基督受苦的 彼得前书 这么多章 这么多节 都是讲苦难嘛 对不对 你就直接了当的讲 但是讲到最后 你不要忘记 你能做这些吗 不能 你需要耶稣圣灵才能做到 但是你若是真的基督徒的 你有耶稣的 你有圣灵 你靠他就能够做到 好 我们一起来回到世界家 仰望他吧 这样子结束祷告 你把一些经文的大的真理 放在他们面前 很多经文都有的 你只要那个经文的片段 长一点就找得到的 像他们的心说话 因为他们是渴望跟随耶稣的 我的假设是他愿意跟随耶稣的 我的假设 我的前提是他愿意爱耶稣 爱家会爱圣经的 你不愿意吗 请你为自己做一件好事 先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正基督徒 但是你真的愿意吗 好 圣经是这样说的 你要这样做 你能做吗 不能做 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求神的恩典 在十字架那里有足够的能力 来给你去顺服这段经文 这样子牧养 长期的牧养 长期的 让神的道 把它 敲进他的耳朵 敲进他的心 圣灵自己负责动工 我们负责 基督徒的福音派出版社的忠实消费者 我再说一次 今天普世的福音派的教会 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 彻底的用上市场学广告学的 很刺人的基督教出版社的忠实客户 这样会增长吗 你不用那四十天来查经吗 你还不是基督徒牧师呢 全世界的人都在跟那四十天的成绩 为什么你不跟 你懂吗 当然我夸张一点点 但是没有太多 真的没有太多 美国的基督教出版社 他们是kingmakers 中文怎么翻译 kingmaker 制造明星 制造最畅销作者的 你不要看到一本书 这本书刚好没有 但是这本书应该有一个的 一个金牌 我看到金牌的时候 我一般就好像 昨天教你怎么读书一样 站在书店里看看 看看看看十分钟 哦 懂了 这本书讲这个 好 放回去 不需要买的 一本书有个金牌 特别是中文翻译本 只不过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 美国的原著出版社花了很多钱做广告 第二 台湾香港的出版社 抢着去拿那个翻译的版权而已 就等于说小孩子呢 为什么去卖当劳 要卖当劳 从他们做baby的时候就做广告 洗他的脑 你要去拿那些玩具 你买一个hamburger 拿一个盒子 里面有个玩具 同样的 但是清教徒所讲的 刚好倒过来 就是刚才你所说的 忠实的宣讲神的话 那清教徒这样子 老是讲十字架 老是讲悔改的 他们的流逝率是极少的 今天用这些市场学的策略 刚好倒过来 留下来的是很少的 他们是流逝的很少的 不过只需要你的血 你的泪 你的命而已 来牧养 清教徒有些人一牧养就20年 一牧养就 同一个地方 同一个小村子 20年 50年都有的 看不到果子 直到他死了之后 或者他离开之后 有的时候看得到 Richard Baxter就看得到了 神很祝福他 因为他刚好活在黄金时期 1941到60 但是早期的就看不到果子的 今天西方的福音派 是在没落中 快要死了 在那里挣扎 所以像第三字节 丢很多这些的市场学的工具 是不值得那些纸张的 那不是所有的书都是这样子 但是很多书是这样子的 很多的材料 是这样子的 而今天这种的材料 正在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只要在温州上空丢一篇CD 全中国以后就拿到了 对不对 可能或者是河南 哪里 我们都知道那些最畅销的材料的 全世界都知道的 又怎么样呢 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在挑拨牧师的缺乏安全感 人数 人数嘛 要人多 那我没有意思说人越少越好 但是呢 神的道传出去的时候呢 耶稣负责 带哪一些的他的羊 到你的这个 他的羊圈的你的那个小圈子里面 他自己负责 但是我们要忠心有真理 也有爱心 牧者必须要对人有兴趣 因此而关怀 牧者需要传讲神的道 整全的健康的 两三年下来 至少你可以有把握 大概会传 或者是教导 哪几卷的书 哪些的真理 或者一些的灵修的方法 或者读经的方法 你三年下来 大概知道 你要成就哪几方面的目标 不是一次两次 还有一个 你刚才讲的这个第二页 这个经验主义 上帝本质的存在 这个不可知 和上帝的属性可知 你有说那个阿奎纳的代表 它是亚历斯多德哲学 融合在神学里面 对 你刚才说到那个楼上楼下 你说这个楼下是人的自然理性 还没有完全的堕落 他认为不堕落 他认为不完全堕落 完全不堕落 这个是在那个可知的范围内吗 对 所以阿昆就用这五个论证了 或者三个四个了 对对 就是那个就是楼上的那属于恩典 就是那个不可知的范围 没有 不是不可知 楼上的是呢 要来天主教教会神父给你弥撒等等等等 受洗就有了 他是天主教的哦 你要在这个十二世纪那个环境来理解这两个 两个楼下是自然理性 在大学里面神学教授可以教你这五个论证 证明神存在 不完全多论证 但是呢你还是要去教堂好好的参加洗礼 向神父认罪 所以每次多几笛的恩典就恩给你 你就慢慢知道了 哦 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一回事 不过说回来呢 天主教是永远不会给人有得救的确据的 对 还有那个这边那个你说的巴特说 不能借着自然历史认识上帝 只能借着特殊启示 所谓上帝的话 对 所谓上帝的话 所谓启示 很好听得很准 我对你这个说所谓上帝的话 就是说所指的是康德说的那个彼岸 对 巴特的那个特殊启示 是在康德的彼岸那个范围的 彼岸就是那个解释就说 到了耶稣基督与他神的话 是吗 耶稣基督神的话 神的启示 这些呢 巴特呢 都是从彼岸的这个角度来理解的 来理解 那么就说你刚才讲那个永恒与时间的碰点 我还是不太明白 就是不能明白 你明白就错了 巴特专门讲这种话的 他老是这样讲的 你明白就不对了 你就是要明白的之后 你就哦 原来我不明白 你刚才说这个点好像 他就是要用七个果种方法来讲话 你刚才说那个点好像在什么稍微偏上一点 在什么稍微 那个是正统的 那个是我的老师弗兰姆说 他说呢 当然圣经是人写的 但是最主要圣经是圣灵末世的话 所以呢 假如你要问圣经有没有神性有没有人性呢 两样都有 但是神性偏多 偏神性 对 跟巴特那个点是两码事 两条不同的线 完全不能够把这两个图画画在当中 巴特那个本身就是康德搞出来的一个 人的自主理性搞出来一个的两层的宇宙观 我们这边只不过是在讲圣经有没有神性 有没有人性 不要混在一起 一个是正统福音派的改革中的 一个是从康德讲到巴特 是世俗的 不明白是对的 不明白是对的 巴特就是要你搞到头昏脑脏 是非而是 常说是非而非 他是是非而是 本来就不对的 他就讲得好像对一样 谢谢牧师 巴特的罗马人数注释 不要把它当作解经书来看 因为中文可以买得到了 巴特的罗马人数注释 是一本神学宣告 宣告什么呢 宣告存在主义这种的 维基的解经法 或者表达的方法 是基督教的 它是一本信仰宣言 简直不是一本解经书 你不要把它当作圣经注释 假如书店把它放在 新约罗马上你就错了 放在认识现代神学 slash 异端就对了 请 李牧师 刚才有几位姐妹和兄弟有问这个问题说 这个论据你说我们对基督徒我们传到的 不需要用这个论据是不是 不需要用那五种的论据 Rational arguments would exist of God 是 不过你认为怎样说 如果我们用他们 以过桥版的方式 过桥抽版是吗 给它过了 做一个比喻啦 就是说开头 然后才能够 才传福音给他们 这些不幸主 就好像这个保罗嘛 保罗在雅典是不是 他说 Do the unknown God 他说在第十七章 保罗在 《使徒行传》第十七章 十六到三十一节 对 第二十二十 二十二节 Do the unknown God 然后他就说 为世之神 为世之神 然后他就解释 你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现在告诉你们 人是不能认识上帝的 除非神启示 所以保罗说 你们不认识吗 我现在告诉你 所以他是以这种 好像说人的 所谓的他们有一个心向往 这个神 一个不认识的神 我不会说人的心向往 人的心背叛 保罗指出他们的弱点 那个weakest link 保罗说 那虽然你敬拜 但是你不知道的 那我现在告诉你 你们不知道吗 我现在告诉你 当然他是很有爱心 不是很有热心 zeal for the glory of God 对神的荣耀大法热心 前面他就说 看到满城偶像就满心焦急 我不愿意 为了带领人 去找到真理 先陪他走错误的路一大段 范态尔说这个叫做block house methodology 一块一块的集目 拼起来 但是下面那是错的 所以范态尔的贡献就是要我们有 从头到尾的方法 或者理论基础 那么你是说保罗会是用错方法吗 没有保罗用对方法 他看到满城偶像就心里着急 然后他说你看 你们在这里敬拜的是蒙昧无知吗 我现在告诉你们 创造宇宙天理的是主 他不用人手所造一个店给他住的 不需要的 上帝不需要我们的敬拜 反倒将生命气息等等给人 然后他又从一本一个祖宗造了宗人 所以保罗从头就挑战他们的思想 我绝对效法保罗的方法 而且史路信号十七章是我 认为最重要的护教方法的一端 不是用来做证据而是用来 那个不是证据 那个刚好是点到他们的弱点 对症下药 不过有一解是很难解的 他引到私人那句话 我就不懂得怎么解了 其实他也是用在第十四章也是有 有 第十四章 十四章 是的 十六行传第十四章 他也是讲到 第十四章第十五节那里讲到 照天照地的 对 他日光照在好人导人身上 他很怜悯人 对啊 没有 保罗是向全人类 就是向不得救的人讲话 但是他传的绝对是从圣经里面 他传的绝对是那位自我启示的 真神 也好 也好 谢谢 谢谢 他会用 他会了解到人追求什么 但是他出口讲的话 就是针对这些人的向往和错误的对象 或者是解决的方案 或者是解决的方案 就是针对 是针对